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是228 很多朋友今天可能是放假 但是也有不少朋友今天还持续的上班 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我们这一小时要访问到一位 他的工作可能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梦幻 但是也是比较特别 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南北极的探险达人 吴哲宇 哲宇早安 大家早安 我叫Daniel 叫吴哲宇 是 好 Daniel他这一本书叫做事 跟着我上游轮工作 边工作边旅游 不再只是梦想 而且这一本书他写的超级详细的 我们之前也访问过就是 经常搭游轮去玩的 或者说曾经在游轮上面工作的朋友 但是哲宇他的工作非常的特别 你快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好不好 我是在海洋大学毕业的 然后念相传系 然后小时候就想要去游轮上工作 所以就念这个系 比较能够接近在船上的工作 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就是上了货轮之后 然后再慢慢去找游轮的机会 然后一直到了上游轮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部门 然后后来也去了探险船 去基地工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部门的人 然后去聊天啊等等的 然后回台湾期间我也会去做一些 游轮的一些工作的分享啊 说明会等等的 然后才动了一个想写出念头 因为发现好像还蛮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工作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里面主要讲说如何去申请这个工作 然后哪些的问题可能会碰到 然后什么执照准备等等的 都在里面很详细的写到 是里面真的非常的详细 因为他呆过了货轮 然后呆过了游轮 也呆过探险船 对 所以的确这次经历非常的丰富 然后你也是台湾第一位考取南极 北极探险专业证照的探险导游 所以这个证照怎么考啊 这个是线上的这个测验 然后在每年我们都必须要去考一次试 确定说你懂最新的法规 然后再回去船上工作 但是我写探险导游是因为可能大家听不懂什么是探险队员 我实际的名称叫Exposition Guide 就是叫探险队员的意思 那其实他的性质就有点像是导游 在陆地上带客人去了解生态啊 了解历史啊 等等这些我们去的地方 OKOK 然后也是台湾第一位国际游轮的驾驶 对 还会开船就对了啦 对就是开大船然后小的橡皮艇都会开 开大船是有多大的船 国际游轮大概就是 那时候我开的算小了 几盾 七万多吨 对 所以你可以开七万多吨的船就对了 七万多吨 更大吨的也可以 十几万吨的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开 对 就是我的执照是可以通用到这些吨数的 哇 这个要花多久时间考到这个执照 多久时间呢 就是你在学校花四年时间嘛 然后再加实习一年 然后假设你是在国外的话 受他们的体系 游轮体系的话 就直接就上船去工作 所以就是可能试驾以五年这样子 哇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考得到吧 嗯 就是需要 有这个国家考试啦 就要通过 对 台湾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的录取率 三十到四十 哦 好 而且你的证照当中 居然还有那个烹饪的呢 哦 那个是在 在船上是不是 没有 就下船的时候无聊的时候 哦 下船 对对对 你知道之前在货船上 因为常 呃就是没事做嘛 对 然后可能就会 看看大厨在做什么 哦 然后就觉得好奇 然后下船 嗯嗯嗯嗯 我们的假期又很长 嗯 我们的假期大概是 呃工作八个月 然后修三到四个月 OK 对 所以就是三到四个月当中 你就是在去补充自己其他的专长 就是去好玩啊 去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去补一补 哇 好这样的资历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你从小你就是呃很梦想的自己要在邮轮工作 对 你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当时就很单纯觉得那个驾驶穿着制服很帅 然后觉得 诶为什么他办公室这么宽敞这么大 你有去他办公室哦 你是十岁的时候去搭一个邮轮 有去驾驶商去做一个导览这样子 哦 然后很幸运 那个时候好像就 他们分组 然后分的组也很少 然后我就跟我爸还有弟 上去看 然后兜了一圈 觉得这个办公室太帅了 就觉得办公室是你梦想当中的 然后他的制服 是你想象当中的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 诶我在驾驶商 现在可以一个人在开船 然后后面管的是 可能几千条的人名在我身上 就是责任总到会觉得很酷这样子 哦 那铁达尼号对你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因为铁达尼号 每一件的这个还是 事故都是让船是越来越安全的 是 现在不只安全 现在连乘客的这个舒适度都考虑到了 对 比如说船不能太晃 那怎么样不让它太晃 对 在书里面也有介绍 哦 好 所以就是开启了你这样子的一个梦想起航之后 果然大学选田自苑也就是选海洋大学 对 商船系 商船系 然后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货轮上面 对在货柜船 货柜船 货柜船 哇 货柜船 其实台湾的这个货柜船是非常厉害的耶 嗯对 就是特别像长荣啊等等 它几乎是 一直几乎都是排在top ten的这个货柜船公司里面 我们算是一个海运大国啦 对对对对 货柜船 但是游轮的话台湾好像就没有吼 没有许我们自己的游轮 没有 目前没有 只有渡轮了没有游轮 所以你这个在货轮上面 其实你一心就想要去游轮啦 对对 那货轮上面你觉得最特别的经验是什么 最特别就是会去一些 游轮不会去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几乎 比如说去一些像吉打这些港口 或是像是 可能会经过苏玛丽海盗区域 这些可能一般是游轮会尽可能避开啦 对 但是货轮就没办法 货轮的话我们可能必须要为了减少这个航行的距离 对 减少这个油量的输出 所以我们就会走一些比较近的地方 对 那你的货轮的经验 我刚刚书章也看到说 你有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 例如说你刚刚讲说索马力 就是有海盗是不是 对海盗对 哦海盗长什么样 海盗就是 跟电影一样吗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Captain Phillip 那部就是有在讲 有关于它是怎么被海盗捷 也是货轮船 对 但是它那算比较小型的船 那现在的海盗来说的话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很多国家都在帮助这些就是比较贫困的国家 对 让他们不要去从事海盗的工作 嗯嗯嗯 这就是另外一个story 是是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惊心动魄的海上奇遇 那一次是我在从亚洲开到欧洲的时候 然后然后经过亚丁湾 亚丁湾算是一个蛮危险的海盗会出没的地方 但那一段过之后 然后我就其实心有点松懈下来 然后进了红海刚好是我的第一个班 早上大概是九点多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我的雷达上的左前方有一条的渔船 那条渔船就是像我们在平常在公司得到一些受讯的一些咨询 嗯 就是它一般是一条小母船 海盗的母船 海盗母船 对 然后它会放个小艇 然后果然就是我在 我稍微偏航了 因为我知道它有一点嫌疑 然后就稍微往右开了一下 嗯 然后距离它大概一两公里的距离 然后就慢慢继续开 它也没什么动静 大概过十五分钟过后 它就开始 有看到雷达上有两条的小艇 就往我方向重过来 哎呦 对对对 很快速的冲过来吗 很快速的冲过来 但是我也发现了 所以说就是赶快加速 然后也通知船长 等等一些SOP 我们都有在船长把它做好 后来那个海盗也就 发现我们知道它 然后也知道我们船上有一些这个 抵御海盗的一些装备 它就放弃了 所以你们抵御海盗装备 类似什么东西 蛇龙网 就是那种 刺刺那种 哦哦哦哦 就会放下去就对了 我们放在我们的外甲板 就是这个悬边 嗯 它如果要爬上来的话 它就必须要经过这个 这个蛇龙网 是很危险的 哦哦 会刺到的 哦 那海盗有枪吗 海盗有枪啊 对有枪 他们可能会配枪 但是有时候会 只是故意吓你而已 哦哦 对那时候我们的水手掌 叫Bosan 就是他 他有发现 他忘眼镜看了 对 他那个海盗上面 那个小亭 有一个黑色的枪 然后后来一细看才知道 那只是一个 就是木头 很像枪的 很像枪那种 木头做的 然后起成黑色的枪 虚张绅士的 假枪就对了 哦哦 哇 所以 所以这真的也是 要非常考验 你们的应变能力 对就是要冷静 哇 所以那你们有听过 真的被海盗 所 这个攻击的事件吗 呃 之前公司 就有时候 陆续会发一些 呃 电文嘛 然后就是有一条船 我记得好像是 被 双人家攻击 然后有 打 打一个 好像一个 还蛮厉害的一个 枪 然后打到 大副的房间 后来有点小 小的 损坏 哦 还好那时候 大副不在工作 没有在房间 就没死 哇 还好 所以大副是会被 最被攻击的一个目标吗 没有 他就是刚好 打到那个房间 就是大副的房间而已 哦 哇 好 所以这个 Daniel 经验非常的丰富 哦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吴哲宇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南北极探险达人 吴哲宇 你去过的南北极 去了几次啊 南极36 北极20 加起来60次 哇 南极北极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生态 就是你在南极 你可以看到 上千上万只的企鹅 在你面前 然后 全世界最多的兵 也是在南极 那北极比较偏向是 人文 像是 英雄特人 格林兰人 然后你可以去了解一些 比较多的探险家历史 像是过去的一些 西北航道 有哪些 这些探险家 经过这边 然后去北极店的 也有很多的一些 像科研站啊 也可以在北极店 比较多可以看到 北极这个区域 北极熊数量多吗 数量目前还蛮稳定的 但是大家会考虑到 就是它浮冰正在融化 但是以过去北极熊的 整个发展的历史来说 它们其实在暖化的过程 甚至没有冰川的时期 它们都能够 活过来 活过来 对到比较低维度的地方 找寻食物 对 OK 但是比较担心的是 海洋的污染啊 因为之前就有科研 科学研究报告发现说 它们主要这个 生育能力会降低 就是因为在海洋中 有一些这个化学物质 让它们在生育能力降低 了解 OK 哇 所以去过南北极总共60次 60几次 这真的是很amazing 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 好 那来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讲说 哲宇在货轮上面也待过 那货柜船上面 配置的人 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 货柜船通常 只配大概20到22名的船员 那有这个 加班的 跟机舱的 就驾驶跟机舱的 那加班里面分驾驶 还有水手 那水手主要是在保养全船 比如说 哪里有铁锈要敲一敲的 要上游器 或是保养什么一些东西 这样子 那驾驶 顾名思义就是在驾驶台 然后航行嘛 那水手有时候也要 去跟就是我们的航行班 那在树里面也有讲 就是他们要做的工作 那另外我想比较讲 特别是在我们船上除了 甲板跟机舱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叫大厨 大厨 就是为大家煮菜的 就是帮你们 对 每天做饭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不用自己煮就对了 我们不用自己煮 除非就我们真的是 食量很大 饭也想吃宵夜的话 才有自己去 这个小厨房煮一煮 对 那大厨的话 现在还蛮多 就是从饭店转过来 我们船上煮的 也蛮多的 就只要靠一些基本的执照 就可以上来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上船之前 我们都会去 稍微探听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船上的大厨是谁 哇会不会好像 五星级饭店来的大厨 可能是浴厨 对 所以 哇 you never know 所以你们有碰过很多大厨吗 每条船都会有个厨师 但是那个大厨的功力好不好 或者是 不好的话 可能你一拜一到礼拜天 都知道他煮什么了 那好一点的话 他就是他天天都变一些 不一样的菜色给你 是 但是你们如果是这个 货轮船上面的国籍部分 就没有像游轮上面 这么多元了 对 通常就是 台湾 中国 或者是加菲律宾 大概就是三种 OK 好 所以在上面的这个工作人员 货轮船上面就比较单纯一点啦 嗯嗯嗯 那他去的地方 那你们在船上 总是会有无聊的时刻吧 你们都在干嘛 所以我们在去一些港口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补一些DVD 补一些 哈哈哈哈 就是一些娱乐设施 然后现在很多新船他们都会配 比如说卡拉OK啊 船上会配就是这个坐球间 健身房是固定一定会有的 然后有些甚至比较爱打篮球的船长 可能会请就是机舱的人员去架一个篮筐 可能放在船尾也有可能放在驾驶场旁边 哦 甚至还有画一个三分线的 可以跳三分球了 所以就是娱乐也是都有考量到啦 对对对 那货轮船呃 大概都是多大有几顿啊 呃很多耶 是十几万顿的都有 都有哦 就看大小就不一定 现在很多大船的这个货柜的量 20次的货柜都可以 就达到一万个都有了 哦 那货轮墙是要会有医生吗 医生没有 我们的医生就是二父充当医生啊 就是假设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可以解决出基本的问题 哦 然后他可以联系到船公司的真正的这个医生 了解 然后给你就是现场 可能到那个港口之后再请 不是他只跟你电话 或者是跟你网络视讯 然后看是什么问题 然后叫你去拿什么药 帮他敷啊干嘛 所以船上就会有背很多药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这是二父要做的事情 他要定期去把快到期的药给他唤醒 OK 好 所以像你们是从你是从实习生开始做起吗 嗯 然后到三父二父一父这样子 我没有做到大父 我就是做到二父我就换邮轮了 就换到邮轮去了 那三父要做什么 三父做安全设备 就是船上所有的灭火的水龙袋啊 然后灭火器啊等等的 比如说水龙袋有漏水 你就要去换一个新的 然后像到港口之前 你要去背一些海关的过海关的资料 这是三父要做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有趣是你要管船上的bond store 就是所有的烟啊酒啊等等都是你管的那个库房 你到一些港口你必须要去招待当地的海关 就是我们去上海港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要一次拿四十几条的烟 要送给他们 这么多 要打点打点好 然后才会一切都会顺利对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一种 对不是只有上海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要打点一下 包括你去到苏伊士运河 那苏伊士运河要什么也是烟吗 也是要烟然后他们可能会要香皂 然后他们的临港喜欢吃虾仁炒饭 所以每次大夫就要 我们大厨就要煮虾仁炒饭给他们吃 对对对 然后他会在驾驶台然后看一下 诶诶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 他就说诶这个笔不错 我可以拿走吗 这个原子笔 然后就好 我们就拿给你拿 我们也都知道他们会拿什么东西 对 哦哇 每个港口需要的海关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那请问那个 那个烟是什么品牌的啊 不一定 通常我们都会上David Dolph 就没有抽烟啦 那是我就是大概知道他们会拿什么东西 哦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Undertable 对对对对 但现在也没有改我不知道 但是以前那个时候 几乎每个港都至少要塞个十条 是 因为以前如果听到跑船就觉得说 哇 他一定很辛苦啊 这个很久一天不能回来啊 然后船上是不是很辛苦 但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 现在就是科技了 对很发达 然后甚至特别是客轮 都讲究舒适度 对 然后每一条的船的这个 都几乎都会配平衡翼 就是一个船上的翅膀 他在经过风浪比较大的时候 就把它放出来 会让船相对比较平稳 哦 OK 那货轮上面也有服务生哦 有服务生 但是这个是看大厨他要申请 因为这个其实是大厨的工作 他除了煮饭之外 他还要去说希望等等的 OK 然后但是如果他不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他可以就是跟公司申请说我要服务生 哦 那你的薪水大概会扣个大概两三万哦 但是就请一个服务生上来 那服务生大概月薪大概七八万左右 嗯 对对对 OK 哦 一般人也是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申请吗 可以就是你要去考那些 也不是考的就是受那些训 然后拿到那些执照之后就可以上去 哦 好 所以其实这本书其实很实用耶 他告诉了很多的朋友 你如果想要到船上工作的话 你是有一些方法的 嗯嗯嗯嗯嗯 对 但是货轮货贵轮比较不容易吧 是不是游艇会比较容易 游艇 嗯 你所谓的不容易是什么 就是说他的证照还是什么 证照还有 因为他人数比较少嘛 嗯嗯 对不对 其实他不会不容易 我觉得啦 因为货车台湾也蛮多公司的 蛮多船队的 所以 基本上我很少听说 有会要很困难 什么高 什么面试很难啊什么 我还没有听过 就是你只要基本上 你有心然后去收这个训 是 然后你不要表现太太就是 浮夸 基本上都可以上去 对哦 就是真诚 然后你自己当专业 专业你自己要准备嘛 要知道要怎么准备 那公司也都会 可以教你 你要准备哪些东西 因为他如果不是本科系的话 他准备大概准备多久 去考试 大概三个月四个月就可以了 哦 这些比较基本 不需要技术性的这些职位 是是是 那因为你的是要技术性的嘛 对对对 因为 我需要念本科学校四年 对 再加一年还要考试 哦 好 那像你在货贵轮跟到邮轮去 很多人会很直接想说 诶那薪水会有差吗 有什么差别呢 会啊 会少个大概两三万 就是以台币啦 我们的驾驶的话会少两三万 因为这也蛮说得通 你如果说你游轮薪水比货轮高的话 那谁要去做货轮 哦哦哦 因为游轮真的太太多才多词了 对 要更好玩 对啊 因为很多部门啊 你你然后甚至有异性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 哈哈哈 因为在货轮上是没有 没有 几乎没有异性的 甚至很多船公司 都不想要上女性船员 因为他们怕在船上的 这个船员会 没办法好好工作啊 甚至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临时 把她调度回到台湾 可能突然怀孕了 可能突然怎么样 就会造成公司 蛮多麻烦的 很多困扰的 很多困扰 所以货轮基本上都是以男生为主 嗯 几乎95%以上都男生 对 但是现在你看 去看游轮的话 对 甚至很多的这个游轮的captain 都是女生了 嗯嗯嗯 就是有些 整个驾驶部门 有一半以上的这个队员 整个驾驶都是女生 哇 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 OK 好 所以你当时从货轮轮转到游轮 其实你本来就是对游轮有很大的 憧憬跟想法啦 对 哦然后 那呃 你刚提到说薪资货轮 会比游轮再多一点 但是游轮工作机会更多 比比货轮少 对 游轮比货轮少 游轮比货轮少 货轮会稍微高一点点 对对对 但是游轮的工作机会是更多的 更多的对 它的部门大概有多少部门 呃 最大众还是以饭店部门为主 那饭店里面就分这个打扫房间的 嗯 有这个餐厅的waiter 对 然后有这个security 就是要扫描这个你的行李啊 上船的时候 嗯 然后 还有这个spa的 剪头发的 嗯 做支架的 嗯 然后甚至在健身房的健身教练 等于就是一个饭店啦 嗯 变成一个海上饭店就对了 对对对对 基本我们在饭店想到的部门 在海上都有 游轮都有 娱乐部门的比如说舞者啊 对 甚至在早上带早操的这个娱乐部门 也有很多 哦 那你在游轮上面的工作负责什么 我一开始先做助理安全官 嗯 然后他也是穿驾驶体系底下的一个职位 嗯 然后就是做所有船上的安全设备 嗯 毕竟这个部门是最好能够熟悉 呃 驾驶 就整个游轮体系的东西 嗯 因为你要去寻全船的这个安全设备 甚至你还要去 很重要的位置 对 你要去培训新上来的船员 哦 好 所以 哇 在游轮上面的工作哦 是 非常非常的多彩多姿 然后在书中哦 Daniel也写了好多好多哦 这个 的确是一本很特别哦 在市面上 我觉得你写的这个 很详细 让大家可以 进入这个领域当中哦 他知道说哎 如果未来有兴趣的话可以怎么做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就不是只有些好有趣的 还有这些新上面 对对对 哎下次你可以写很多那个 就是玩乐的部分 应该也可以写一阵本了 也可以啊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哦 今天访问到了是 南北籍的探险达人 吴哲宇 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 叫做跟着我上游轮工作 边工作边旅行 不再只是梦想哦 他曾经待过了货柜轮啊 货柜船 然后也有在游轮上面 那现在其实他专门 应该算是探险队员啦 对探险队员 探险队员 好那在游轮上面你觉得最有趣的 最想要跟我们分享 或是一般人对于这个游轮上面 不太理解的部分 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 跟补充的 在游轮上面有很多的 不同的部门吗 所以我觉得你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不是很喜欢你的 分内工作的话 你可以在修行时间 跟其他部门聊聊天 然后去了解一下工作 甚至在船上还有一个职位叫HR 就人事 你可以也可以找他就是聊一聊 比如说你想转部门的话 然后你可以 找你空闲的时间去认识其他部门的主管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在游轮上算是蛮弹性的 然后当然也不要一直跳来跳去啦 就是如果你愿意做久的话 你在未来升线的机会也是蛮快的 游轮上面的工作 它的门槛大概是什么 门槛就是最起码要满18到19岁 每个公司的要求不一样 然后你要去拿 达到他要的这些基本执照 这些都是很多的船公司 已经在官网上就会协助你 然后上面可能会放一些这个连结 link叫你去线上上课啊 或者去哪里受讯 然后这些都拿到之后 然后去做申请会方便很多 嗯嗯 OK好 那他当然要有一定的这个语言能力啦 对不对 对然后还要相关工作经验 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饭店部门 就是比如说你在要做前台的话 你可能就是在相关的饭店 可能待了两年左右 嗯嗯嗯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游轮是什么游轮 我最喜欢的游轮了 如果 因为他们风格不太一样 当然是越大越好啊 越大顿越好 对如果说我再做一次游轮工作的话 嗯嗯 我当然希望能够看更多 然后更更多先进的设备 嗯嗯嗯嗯 现在现在真的呃 游轮的顿数越来越多了 对现在最大的那条游轮是叫 Icons of the Seas 它是在加勒比海跑的 它载客量是五千五百多的客人 哇 加船员的话加起来就快八千了 快八千 三千左右 所以你看船员这么多 嗯 船员 你刚刚讲那个最大的 船员就有三千多个 对大概两千多个 两千多个三千多个 就是因为它 它算是服务性质的工作非常的多啦 嗯对 好那呃 在游轮上面工作哦 呃 你自己也认识很多朋友啦 嗯 然后也可以在各个部门 你可以去稍微体会一下是不是 对就可以跟他们聊天啦 然后比如就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 比如说工作时速 嗯嗯 然后他们对于工作他喜不喜欢 嗯 然后有什么好处什么福利等等的 嗯嗯 然后其实我都都蛮清楚 然后在处理 因为你是安全官嘛 对 那安全官工作时间有限制 因为你都在游轮上面 嗯 那你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不一定啦 但是其实都是白班 如果是安全官的话 就是我们白天会去巡逻 船上一些安全设备 嗯 然后去做船员的培训 嗯 安全培训 嗯 因为船员上来他们都要知道 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 要做哪些事情 嗯嗯 那下班时间你就可以自由运用了 对我就可以在客场去找他走去 所以不是每一个部门的这个员工 都可以在客场去走 哦 对 哦 所以在选部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嗯 只要你英文还OK 对 建议选就是可以在客场去走 嗯 除非你是一个很害羞 很内向 不想跟人讲话的 嗯嗯 那就你可以做 不用在这个地方走来都去的 嗯嗯 像是洗衣的房的这个部门 嗯 或是机场 或是其他的 这些就不需要跟客人互动 嗯 好 那游轮工作的优势也非常的多 哦 也优势有什么 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到很多国家 然后下地去买东西啊 然后在船上 shopping的时候 你会有员工的折扣 员工价 你们员工价是几折 通常是七五到八折 嗯 对对对 嗯哼 就是可能 客人他折扣完之后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 免税店他们会有些这个 特别 旗舰的折扣 嗯 折扣完之后 我们再打七折到八折 这样子 哇 这只是其中一个 是 然后在船上也有很多的 譬如说 健身房啊 然后吃东西 住的都是免费的 对 对你也不用租房嘛 不用租房 他会给你们宿舍嘛 然后你上班就是走路三分钟 大概电力就到了 你要去 对 所以等于说你在 那你们住的好不好啊 住的 如果以饭店部门来说的话 一开始都基本上是 两个人房一间 除非说 他们真的船上配置是比较拥挤 就可能变四人房 就上下铺 嗯 所以你做的 当然你做越久的话 你租租越高 你说配的房间 就会越舒服 可能就变成单人房 可能就变成客房 嗯 对 所以食宿全包 都全包 对 全包 然后还有医疗也全包 哦 这个是跟打工度假最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们是 假设你牙烫的话 公司会把你送到陆地上 嗯 去治疗的 都是免费的 嗯嗯 所以邮轮上面的那个 如果以餐厅来讲的话 年资跟薪水 哇 你写的很详细耶 对 我都写出来 所以就让大家参考 让大家参考 每个公司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 差不多就在那个range 对对对对 然后机票免费耶 对机票免费 对 哦 船公司会提供上船地点的来回机票 机票就是认你飞哦 对 基本上你你可以提前跟船公司讲说 我要怎么样肥会比较顺 有时候我可能我是星空联盟好了 我就想要搭土耳其航空 我想搭船航空 这样我可以累积里程 当然你不要跟他说 我是为了要累积里程 你可以跟他说我这样肥 我会比较顺 我这样过海关比较快 等等之类的这个理由 基本上他都会让你通用你 只要你不要去升了什么商务场 那些都是ok的 是是是 这真的是一个 对年轻人来说很梦幻的工作 好那到探险 因为你现在最主要是 这个探险队员嘛 嗯 到探险队员 他的门槛就更高了 对门槛更高 然后工作强度是更大 他的条件是什么 基本上你因为要算一定的程度以上 是 对甚至你要达到会翻译的程度 嗯嗯 然后因为我们船上有很多的 知识型的讲座 嗯 都是你要去 可能如果你碰到一群的这个 台湾或是中国客人的话 对 然后被要求需要翻译的话 你就要做到同步翻译 或是即时翻译 嗯 那这些东西都是你要提前去跟讲师对的 是 这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可能很多的生识 你也不知道 嗯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 我要翻译的客群是中国人 嗯 所以他们的念 一些念法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台湾叫企鹅 他们叫企鹅 哈哈哈哈 对 然后我们台湾叫橡皮艇 那个小艇嘛 嗯 然后他们叫冲锋舟 对 冲锋舟 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词 我要去学的 嗯 OK OK 嗯 好 那所以就是 你要语言能力就更加强 就更精进了啦 对 然后你要会开那个橡皮艇 哦 这是最基本的 哦 然后最好还是你要会有一到两场的讲座 嗯 就是你要讲给外国人听 是 就是用英文去讲给外国人听 英文讲给外国人听 哦 OK 然后还要能够长时间的在冰冷的地方 然后待在外面 然后还要跟客人讲解 譬如说我们到达一个企鹅的栖息地 对 然后你可能就要很热情的跟他们讲 哎 这个企鹅现在在什么阶段 嗯 他可能有小宝宝 然后他现在出去外面 海里面在为了要干嘛 要捕食 然后他们吃什么东西等等的 嗯 或者你要去跟客人分享 或是客人可能会问你的问题 哦 所以你们就是 又是探险队员 然后你们又 呃 要导览 对 然后又要能够同步翻译 对 哇 然后还要再做一些出货 譬如说我们要去 呃 协助客人去发他的衣服啊 对 每人会发一件这个防风防雪衣 嗯哼 全公司会送的 通常啦 通常 然后还有这个 注冲他们的靴子 要帮他们试靴子的size等等 是 因为他们一上来的几乎都是 呃 五十五到八十岁几近的年龄层 哦 所以有时候会需要协助他们 因为 就是花费是很高的 嗯 你如果要到南北极去 有钱又要有险 所以 你有碰过那种二十几岁就去了吗 有啊 很多啊 还是很多 哈哈哈 富二代的 也是很多 爸爸给的钱就对了 对对对 哦 哇 所以这个如果说要要到南北极去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做破冰船去的吧 嗯 不用到破冰船啊 我们叫做抗冰船就够了 抗冰船 对 破冰船它的字一上是指说 你要有能够救援其他船的功能 哦 然后你要能够破 大概两到三米后的冰 哦 那其实 大众95%以上的这个船 都叫抗冰船 只要能够破一米后的冰就好了 OK 因为毕竟我们去南极是在夏季的时候去 那时候冰都融化差不多 是 所以我们不需要到抗冰等级太高的船 就可以去了 哦 除非说你想去北极点 这些地方是需要很强的这个抗冰功能 是 破冰功能才需要破冰船 嗯 呃 如果以台湾的朋友来说 好像去南极也比北极多 呃 对 因为以亚洲人来说 我带过这么多这个华人 所以他们还是 喜欢动物居多 对 因为你在南极看到那个 很多的企鹅 企鹅 对 企鹅对 就是真的是很震撼 它那个企鹅你说几万只哦 几万只 有在南极其来到你可以看到几万只在你面前 然后在 南极半岛东车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有很多可以专门做介绍 对 OK 好 所以就是 呃 如果是要探险队员的话哦 他的这个强度是更高 那探险队你现在目前做了几年了 呃 做六年 做六个季度 对 我们不是用一整年来算 因为我们做这个是有季度性的 对 像南极的夏季是每年的11月 一直到隔年的3月 嗯嗯 那北极就刚好相反 所以我们做完南极之后 就会去做北极 隔大概两个月三个月就开始做北极 从六月开始做到九月 哦 那中间就是会休息 休息 但我现在我自己给自己排的是 我尽可能基地排一半 然后另外可能排富二代 像我这次 呃 下礼拜我就要去这个越南 然后走日本航线 哦 一样是探险船 是是是 所以亚洲也有做探险的路线啦 那他主要走什么 呃 小岛然后走一些海上活动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会去热带雨林啊 因为我们的探险船 主打就是我们能够去 大游轮去不了的地方 哦 我们放了这个小艇是 他的吃水 可以潜到大概 半米这个深都可以进去 哦 对对对 OK 然后也会有一些 比较 人文的一些活动等等的 对 就不会带你去一些大城市的地方 了解了解 所以他这个又更深入的去探险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船也不能坐太多人哦 对都是 200以内左右 哦 200以内左右 那那这个船会不会 比较容易晕 嗯 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客船 但是还是要看你的海域 嗯 在台湾这一段还是相对来的云一点 因为它的海浪风量还是算比较大 所以你不要想说 在我们去南极德瑞克很强 但是其实在台湾这一段 到日本这一段 其实海域要晃起来也是挺晃的 所以你还是建议大家 比较好一点 比较新一点的船 它的一般的平衡意义都会稍微再好一点再大一点 哦 那这个是 比较深的一些专业知识 要自己去做一些功课 嗯嗯嗯 像你坐探险船的工作就 没有什么周休二日啊 你们就等于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要完成它 对 游轮跟探险船 如果自己身体不舒服 或发生什么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 那有替代的人可以帮你这样子吗 呃 在游轮上是很easy的 因为我们的人员都是会多配备的 对 但是在探险船上的话 我们也是会多配备 但是不会这么的 这么宽裕 嗯嗯 所以你要是真的生病的话 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医生会给你开一个就是你 呃 不是 不是值得证明 然后你可能就是在 这一两天让你好好休息 在房间休息 嗯 那大家可能最好奇是说 嗯 这两天休息也没有发薪水 有没有 都是有发的 哇 对对对对 福利很好耶 在房间之后可以叫room service 然后还送到你房间 然后就好好的休息 这样子 对 福利真的是很好耶 所以这个 如果要进入这个探险队员的条件 跟工作内容 就真的是呃 需要一些些呃 更精进的部分 然后也要愿意在船上一待 就待两个多月的时间 对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公司很长 然后工作的强度很大 所以我建议如果要来游轮工作的话 建议先从大型的国际游轮做起 嗯 因为它是不会像我们探险船 这么就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 是 那如果说碰到呃 你们所服务的朋友 他有一些个人状况的话 应该你们碰到很多很 即时要去处理的状况吧 你说工作人员吗 呃 不是 一般的 就是说我们要去 呃 消费者 他 即时状况 对 没办法上船 对啊 或者说他有一些 你要是在呃 饮食的状况 比如说你是神病好了 嗯 有这些医疗证病的话 基本上呃 船公司都会给你全额退费 或者是你全额 然后移动到下一个 下一个航次 免费让你做下一个 相等价值的下一个航次 这样子 对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是 对 好 所以就是灵机应变 你随时要处理这个 我任何的呃 危机 或者是说任何的呃 不不在预期当中的事情 你都要非常能够 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啊 好 我觉得真的 的确好 让很多年轻人应该听起来 就非常的心动吧 哈哈 你应该是台湾办奖座 都很多很多朋友去听 对 对这个工作非常好奇 说明会啊 分享会啊 都会去分享 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的 10点51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好 这本书哦 真的超级实用的 对于大家 呃 如果想要 呃 有机会 能够到船上去工作 或者是说 你想要去参加什么 南集团啊 北集团 现在南集团 在台湾超级行的 那呃 像哲语在里面 写的非常详细 那你觉得这本书哦 我们一般买到这本书 可以怎么去运用它 呃 里面有介绍到三种不同的 船型的工作 对 然后我最主要想打的就是 你在上船之前的准备工作 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嗯 然后一些技巧 比如说你在写履历的技巧 我也把我自己的履历 放在里面给大家做模板 然后你在申请的过程 面试的过程 会问到什么问题 他给你写一些条件 嗯 然后是 是不是所有百分之百都要达到 其实不见得了 但还是看工序的需求 嗯 假设这个船公司很需要讲中文人才 那你可能有 世界里面可能有一半的点都不用达到 你就可以上去了 嗯 所以其实都很难说 然后可以多申请 多多多去找不同的船公司去做申请 嗯嗯嗯 那像呃工作你到目前为止在船上工作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嘛 好像这个工作呃一般来说呃可以做到几岁多久 最少你要满十八十九岁 嗯 然后加你的工作经验嘛 对 可能一般人在最年轻我碰过大概是十九到十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最久我碰过七十岁的老先生在船上做饭店部门的职位 哦 对对对 所以他要做可以做很久了 很久对对 只不过就是要看一下 如果万一以后结婚生子的话 哈哈 嗯 在船上的时间太长了会不会 对 船上时间的话 你要做到越高职位 当然你的合约是越来越短的 嗯 因为你的工作强度是越来越大 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常常回到你的家里陪家人 甚至你工作职位越高的话 你就有更多的这个权利 可以带家人上船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更优惠的价格 可以让家人上船去看看你的工作 所以很多的伴侣 维持比较久的伴侣的话 他们都会尽肯让他的伴侣上船了解他的工作 这样也比较能理解彼此这样子 特别是不是在船上工作的人 哦 了解 好 所以像哲宇你自己的生涯规划呢 你在船上的工作 你还会持续的做很久很久的时间 我觉得书业有专攻嘛 我觉得我个人是不会离开船跟海这一块 不管以后就是会做 可能不是探险队的职位也好 我可能还是会做可能类似像传播管理 还是船员培训等等 这是在台湾目前都还没有这一块 台湾目前都还是把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员 送到大陆的厦门基门大学去做这个培训 然后拿到中国的执照去邮轮上工作 这是才刚开始萌芽了 但是未来也没有一个更成熟的一个 一个重家或是公司 然后去做一个教育培训 甚至在可能未来 假设台湾要发展邮轮这个产业的话 也可以协助到这一块 是 好 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哲宇他的工作 非常有兴趣的话 你平常有这个自己的社群媒体 让大家可以follow吗 有 在我的书的前面 然后有我的facebook 还有我的instagram 然后里面有po很多我在船上的工作照片 还有影片 所以你想多看点契鹅 看北极熊 看冰山 看这些吉利的样貌 在里面都可以看到 你看契鹅应该已经看到 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很熟悉 然后现在已经都看到他的表情 你看到他的这些比较细微的动作 对 以前只是光看企鹅 看到很多很酷 那现在已经慢慢去感受 就是他当下的心情 你最喜欢哪一种企鹅 因为在南极的企鹅种类也蛮多的 我最喜欢阿德利企鹅 我都叫他阿强 对他很可爱 可爱 对 那北极呢 北极熊 你看到第一次看到北极熊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很震撼的 因为他就很大一集 他站起来大概可以达到 将近块三米的高度 对 哇 北极熊有攻击性吗 有 他有攻击性 所以我们都要在安全距离的范围之外去观赏他 那如果 不可能在陆地上跟他见面 我们一定是在船上 哦 就船上跟他在陆地 你在船上 你跟他有个距离 对 那他们看到人是什么反应 通常就好奇啦 通常他会被我们船上的味道给吸引过来 船上有 有厨房嘛 哦 有食物嘛 所以他就一直 他会想要跳上来吗 他会想过来看 但他跳不过来 他跳不过来 哈哈哈 有点在挑衅北极熊的感觉 他有可能会趴在我们的船壳上 然后好像好奇的看一下 哦 好 所以这个冰川融化 每次都讲到什么北极熊快活不下去了 但目前观察起来还好吧 数量目前还维持得还不错 对 但是 就像刚刚讲到就是冰山 还有这个浮冰正在融化嘛 但是这些是不变的事实 但是以北极熊过去历史来看 他们算是应该还不错的 了解 好的 大家如果对于吴哲宇有兴趣的话呢 请follow他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上面 都有他跟大家分享他的日常工作 今天非常谢谢吴哲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本 跟着我上游轮工作边工作边旅行不再只是梦想 好 谢谢泽宇 谢谢 谢谢 接下来继续锁定下一小时的节目哦